好 哈喽小伙伴又到了周末 大名化给大家去分享这个拆解要点的时候了 我们这周的车型就是我身后这台吉利的iCar 也是特别特别不像吉利的一个吉利车 当然了这周也是跟小伙伴去分享了很多东西 如果说小伙伴如果看完了的话 相信也是对这个车有很多的感受吧 至少说大名化本人还挺喜欢这车的 行吧 还是闲话不多说 来看看大名化 我们是如何把它给拆开的 相信这个车卖的不贵对吧 可能很多小伙伴会喜欢 那玩完以后难免回去会自己DIF一下 究竟怎么拆开的 跟他一会来看过来 好 那还是好规矩 先说一下前杠 前杠 因为这个车整体都是特别好拆的 那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相应的螺丝的位置 跟小伙伴去阐述一下 好 首先顶端是有几颗螺丝 然后当然它有一个特别大的板 这个是要去处理一下的 前面有一个比较难的地方 就是这里面 就是这里面 我建议就是直接把这个架子拆完了就行了 就拆了就可以了 因为它这块是特别紧 所以说这块是要稍微注意一点地方 其他的就特别简单 然后也是有一个卡子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螺丝位 然后下面是有几个相应的卡扣 它就这个试条 拆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 大家看到它这有探头 它线也比较短 所以说拆的时候也要提前注意一下 这块别特别使劲的转 它把那个线给震断了 好 这个是前面这点事 当然也跟小伙伴去看一下 整个前杠的部分 当然刚才也看到了 这有一个前面探头的插头 是要提前去拔一下的 然后有一根 有一个线 然后也是比较容易拔的 这个线也很小 然后这就是旁边的探头的这个插头 要注意一下 不要去给震断了 行 前面是非常非常好拆的 然后也不用去特别的 也没有那种特别隐藏的螺丝 然后就是这块稍微处理一下 可以了 好 我们来到后面 后面也是特别简单 首先要说的一点 大灯是不用拆的 因为大灯下面呢 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卡子 它并没有那一种 就一个卡扣吧 一个卡扣 算是卡子吧 这是一个卡子 没有那种卡扣 侧面也是下面有相应的 一二个卡子 然后这个视条拆的时候 也是要注意一下 也要注意一下 然后这边有相应的一个螺丝位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螺丝位 好 然后呢 就可以基本上非常正常的拆了 因为后面也是非常好处理 下面有几个螺丝 没有隐藏的地方 特别好拆 门就是比较麻烦了 首先先给小伙伴去看一下 我们拆下来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 这个啊 这个是第一个 还记得我说像香包一样的把手 就是这玩意儿 然后还有这个啊 这是相应的两个部件 要注意一下 OK好 我们门呢 已经给拆来了 跟小伙伴去说一下 首先呢 上面这个视条 这样 这个视条呢 是要拆下来的 但是这个视条 特别的不好拆 先说上面 一二三 有三个螺丝 然后下面这边拆了 待会这个 这个是后面的 我就给小伙伴去做一个示范就好了 然后呢 下面呢是有一个螺丝 这次拆下来以后呢 把这一拆下来就OK了啊 主要说一下 上面这个特别宽的视条 为什么难拆 首先小伙伴看啊 就是它首先它外面 看见没有 外面有一圈卡扣 然后 外面有圈卡扣 然后最难的是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不仅外面有一层卡扣 里面还有一个 看见没有 里面还有一个 这个是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的处理 否则的话 非常容易断的啊 这个是 我会认为 呃 这一个视条是整车里面 难度最高的一个拆解的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呢 都是特别好拆的 那拆完了上面 拆完了下面 然后里面也是按门板 给大家去看一下 然后 先一个卡扣啊 然后一下就可以了 OK OK 好那也是 本里面一个小伙伴去看一下 好 这个也是按本里面 普通的防潮膜的形式 然后 OK 后门也是普通防潮膜的形式 OK 好那这又是 这辆车的一个拆解的部分吧 那整体来说呢 这个车是非常好拆的 而且在后期无论是DIY的 包括说 维修的过程中呢 也相信 不会给这种维修人员 包括说你们自己小伙伴 如果DIY的话呢 不会有太多的困难吧 但是 反正说吧 就是这个车其实 真的啊 可DIY的空间不多 因为该有的呢 基本上都有了 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可能会把前面 贴一个防空网吧 也就是这样 然后最多就是 门里边在 4点指针板什么的 行吧 这也是这辆车 关于拆解这些东西吧 行 那希望我们的视频呢 可以帮助那些 愿意去DIY的小伙伴 也希望帮助那些 讲维修的从业人员 如果说你修这个车的时候 不用去绕翻路啊 也不用去相应有相应的破坏 去叉叉这个车 我们的车姐讲解呢 这个小伙伴就聊到这儿 我们下一个车再见 拜拜